真子公主杜蜜月排唱大,计划跟小事归访问六国,娘嫁提供经济支持,日本真子公主不让人省心,这段王室婚姻备受争议,在一片骂声中结婚,继子妃是个聪明绝顶的女人,但是真子公主却被认为是恋爱脑,大众都开始怀疑家庭教育出现了问题,真子公主杜蜜月的时候排唱大,计划跟小事归访问六个国家,娘嫁居然还要提供经济支持,看来日本王室不光没有撒手不管, 而且还为真子公主保留了不少特权,按照日本王室传统,下嫁给平民的时候,公主们会自动失去殿下的头衔,未来要走的路和面临的困境,真子公主比谁都清楚,但却还是义无反顾投入小事归的怀抱中,小事归的律师考试一直无法通过,真子公主也陷入了迷茫的状态,每次亮相都是心事重重,即使来到大都会美术馆当讲解员,真子公主也只是志愿者,并没有任何薪水, 日本媒体爆料,真子公主计划跟小事归外访,结婚快一年才终于开启了自己的蜜月之旅,其实大众并不支持真子公主的婚姻,在传统派看来,真子公主就像是私奔了一样,按照真子公主原本的计划,将会在帝国酒店大摆筵席,庆祝自己和小事归结婚,但是婆婆夹带出现财务问题,之后有无数双眼睛盯着,婚礼只能被迫取消, 根据女性杂志爆料,真子公主计划访问六个国家首站选在南美,虽然距离很长,但是却想给自己一段美好的回忆,小事归夫妇已经开启了度假之旅,其实真子公主还是个地理迷,曾经对厄瓜多尔领土的加拉帕哥斯群岛很感兴趣,希望自己来这里度蜜月,真子公主喜欢研究古生物,加拉帕哥斯群岛有很多古老的动物, 这些都让真子公主流连忘返,小事归已经参加完第三次司法考试,通过的概率几乎为零,本来他们应该为签证发愁,没想到现在却还有新四度蜜月,可见王室已经提供了退路,日本驻美国总领事馆,很担心真子公主的安危随时随地都准备支援,外务省的旅行部门也行动起来,为真子公主提供24小时安保,力求这次蜜月之旅不会出岔子,消息传到日本本土,不少民众提出了抗议, 认为真子公主已经是平民,就不该浪费纳税人的钱财,这回度假的排场真是大,小事归夫妇为了享受生活,势必会把领事馆闹得人羊马翻, 近刚福利大学名誉教授小田布雄次先生认为,真子公主度蜜月是一件大事,最重要的就是安保问题,安全性和便利性都要考虑好,日本王室居然全程提供经济支持,只能说娘家是女孩最大的靠山,当时王室没有给真子公主嫁妆, 现在明里案里都在接济,难怪真子公主这么有底气,在家庭收入如此低的情况下,还能住在纽约最豪华的公寓中,真子公主身份很特殊,即使没有了王室身份,也是未来天皇的女儿和姐姐, 日本领事馆不允许任何意外发生,为了保证真子公主的安全,将会抽掉大量工作人员来保护,目前真子公主夫妇都取得了国际驾照,活动范围也扩大了不少,给工作人员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, 既然已经退出王室,度蜜月还搞这么大阵仗,难怪日本民众对真子公主没有好感,真子公主玩心很大,居然想访问六个国家,工作人员们也要一起随行, 这桩婚事从头到尾都是闹剧,难怪文人亲王一脸不悦,根本不愿意让女儿远嫁到纽约,曾经在国际基督教大学读书的时候, 真子公主参加了同学的婚礼,婚礼选择在学校食堂举办,虽然陈设和布置极其简单,但是现场却温馨浪漫, 真子公主也幻想举行校园婚礼,每个女孩都有一个婚纱梦,更何况是养尊处优的真子公主, 但是嫁给了一个不求上进的男人,堂堂一国公主居然还要为生计范畴,简直就是华天下之大击, 真子公主的失败婚姻表明,结婚对象是否有上进心,将会关怀后半辈子的幸福, 即使强大如日本王室,也无力一辈子保护真子公主,终究有一天要离开王室独自生活, 之所以对蜜月这么有执念,很可能真子公主心里憋屈,婚礼没有举办想在蜜月上扳回一局。